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尊敬的李校長 莊校長 主位教育界的同道 大家早上好 早上吉祥 大家昨天睡得好嗎 好 這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所以古人說要寬猛相繼 就是不能長期都是太忙 太緊繃 偶爾一定要放飛一下 請問大家飛到哪裡去 飛到大自然的懷抱 千萬不要飛到滑手機去 因為滑手機還是不容易放鬆 而且有時候一滑不小心滑到晚上一點 你看這樣能放鬆嗎 那個叫刺激 我們現在習慣刺激 不習慣放鬆 那這個身體沒有得到應有的調整 放鬆的話 那這個身體長期透支 就對身體會不好 你看這個原理原則 這個要有鬆有緊 不能一直是緊繃的 也不能一直都是很鬆的 這樣可能就東摸西摸 我一天摸完了 我一天摸完了 本來可以好好看看禮記學記 有沒有哪個老師說 我回去看一下禮記學記 都沒有人 我有一點傷心 這個行有不得返求諸己 還是因為我推薦這一部文章的力道不夠 所以今天繼續加油 因為傷心於事無補 所以要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 要用理智才能把事情處理好了 所以你看古人他在體會 人生當中的忠道 無事實借一個偷字 有事實 今天到學校去 怎麼來了好幾件事啊 有事實借一個亂字 首先心不能亂 雖然來了兩三件事啊 心定一定 輕重緩急 給它排出來 事多啊 但是我們一件一件來 都還是能處理好 所以古人說 所以古人說 日日行不怕千萬里 常常做不怕千萬事 那當然這事裡面呢 盡量不要是攀緣攀來的事 那這個叫自己找事啊 假如都是推不掉的 我們就歡喜接受他 所以幹事也不能心不甘情不願 那當然站在領導者的角度 水果衛對於還是有用 軍人沉重 領導者要仁慈 体会到老师工作量大 有没有哪一些可以推掉的 这个是可以思考的 假如真的推不掉的 大家共体时间 互相体恤 这个心情也会好 力量也会发挥出来 最重要的是用对心 假如领导者不能体恤 甚至还大包大揽一些 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 那有可能底下的人就很难受 体会不到领导者的关心 好 所以我们昨天提到 教师的使命 我们引了韩玉先生说的 师者传道受业解祸也 传道 传五轮大道 假如他人都不会做 那他每天人际关系就会恶化 那他心情一定不好 人与人的关系都不好 他心情怎么可能会好 那我们昨天有引了孟子的话 孟子说 宝石吃得饱 暖衣穿得暖 他生活不用担忧 一居而无教 他又没有人生的目标 诸位同道 我们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宝石 是不是暖衣 有没有人生目标 就说 立志很重要 你看范宗淹先生 很小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他给算命先生说 你帮我看看 我能不能做宰相 那个算命先生 可能没见过口气这么大了 所以就 你这个孩子 怎么 口气这么大 范宗淹先生有点不好意思 那你看看我能不能做 医生 孟子先生说 你怎么一下子降到医生 他说只有良相跟良衣可以救人 这个算命先生听完 你这颗星是真正良相的星 他后来真的做到负宰相 他的儿子做到正宰相 犯存忍 因为他儿子有很好的缘分 他父亲这么好的 这个读书人官员 他每天讯息 清出于然 胜于然 大家觉得清出于然 胜于然 做不做得到 按照正常情况 绝对做得到 首先当父母当老师的人 一心一意 要成就孩子 那我们当父母老师 人生有没有走弯路 有没有 哇你们摇头啊 你们太厉害了 哇 没有走弯路 我现在想想 哎呦 我弯了好大一个弯啊 我走了二十几年 才遇到我的老师啊 我那个弯路太多了 最庆幸的是 弯回来啦 没有弯回来 我现在就不能 跟大家见面了 那 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 你看这个小孩啊 他能清出于然 是正常的 只要我们父母老师啊 用我们一生的智慧 来护念他 就好像 昨天也跟大家在提过 我们有一个责任啊 我们人生走过的这个错啊 不要让下一代再受了 我记得我们念初中的时候 哇成绩逼得很厉害啊 我第一次英文考了一百分啊 老师呢 发完考卷 讲了一句话 下一次考试啊 退步一分打一下 我一下子 哇 我准备被打了 结果老师啊 没有去感受到孩子的心啊 只看到成绩了 打得很凶啊 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被打了 手上啊 六七个包 那个包是紫色的 淤青啊 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啊 那个智商比我高很多啊 一百三一百四啊 后来都厌学了 这个都是我们历历在目啊 虽然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啊 那想起来跟昨天一样 那个情境 所以礼记学记里面讲的 知其心 当然老师的人要了解 孩子的心理状态 你不是逼他 逼一定会 副作用会出现啊 所以这个 看到那么多学生厌学啊 尤其这些都是 我自己的同学啊 那我们现在来教学了 那我不能犯 以前那样的情况啦 启发孩子的孝心 修正孩子学习的态度 你看第四规 于立学文 就是学习态度 学了要做 不立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真的哦 他学了很多知识啊 都没有去落实啊 他会瞧不起父母老师哦 连学传统话也可能学成这样啊 因为他背了很多经书 结果父母背不出来 老师背不出来 他就觉得 父母老师不如他啦 慢性就起来了 有一群学传统文化的 老师去问我师父啊 结果他说怎么他们学了那么多经典啊 反而傲慢了 因为啊 你没有叫他孝道 他一下子 不立行 但学文啊 就是长浮华 所以经典这些话 我们不能侥幸啊 真的没有照做了 问题慢慢就出来了 好 那刚刚我们影孟子的话 不听老人言啊 吃亏会在眼前哦 没有人生目标 没有教他做人 无教 则静于情受 我们现在看看大学里面 两性关系乱不乱 堕胎情况多不多 虎毒不食指啊 现在欲望打开了 会伤害自己的轻身骨肉啦 梦子这句话啊 超越时空啊 在指导我们啊 做什么事啊 事业 事业啊 做完这件事会有业的啊 业就是它的影响 你做的是坏事了 它的影响当然是不好的啦 所以一个孩子假如大学期间 就堕胎啊 可能已经折了他人生 大半的福气啦 我们见过有一些夫妻 他也不懂 他有堕胎啊 家里就很不顺 我们昨天有提到啊 人世间都是招感啊 我们心善了 就像老和尚他有要利益人名的心啊 他招感来很好的老师指导他 假如我们做了很多措施啦 那招感来是不好的缘分啦 这个我们 假如很小就提醒学生 他会判断啊 他不会造这些罪业啦 所以我们的姚舜与汤啊 他们看到这些问题了 圣人有幽知啊 夫以五教 就是五轮大道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啊 我们老是要传五轮大道 其实所有的措施 我们昨天分析过了 都是利益熏心 你没有教他对的 他就很容易啊 放纵欲望啦 我 这个都十多年前 有一次呢 大陆啊 有一个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的负责人 他们专门在救济贫苦的人 那个负责人啊 会很难受啊 想不通的话 就哎呀 我看别干了吧 结果老和尚回答他呢 他连父母都不感恩 他怎么会感恩你啊 所以一个人 他的道义之心 义 义是什么 应该的 义呢 想要的 我们人生 很多时候 都在选择利还是义友 比方说 我们吃中餐晚餐 结果一看 哇 这个我很爱吃啊 这个就是利跟益的选择了 我给他拿了一大半啊 可能后面的人吃不到了 那现在 功利享乐主义 充斥社会啊 那孩子 他在面对这些境界 他是会选择他的利欲 还是选择道义 那这个选择 假如是他要出社会的时候 才教 来得及吗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古人 教五轮 五轮十亿 都是教应该的 尤其我们 老和尚第一天 他那一段 谈话的因缘 就是祭祖法会 因为我们老祖宗 很重视祭祖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就是教孝 百善孝为先 一个人道义的心 也是从孝道 启发出来的 而且这个方式 非常 微妙 因为祖先 可能我们没见到 连几千年的祖先 几百年的祖先 都在怀念 和人厚道 有道义了 那几百年前的祖先 都在怀念 有没有可能会忘了眼前 一把屎一把尿 把他培养大的父母呢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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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德归后 人重情义 厚道 不忘恩 我们说 这个刻薄寡恩 人就越来越无情 所以这个五轮大道 首先是父子有清 父慈子孝 刚刚我跟大家 大家请问 大家睡得好不好 大家说睡得挺好 孩子孝顺 从哪里做起 从懂得 关心父母 他早上起来 先去关心父母睡得怎么样 他去了之后 可能会帮忙 打席点水 关心关心 打点打点 这就是弟子归教的 晨则醒 婚则定 父母年纪大了 假如 睡觉睡不好 影响身体非常大 早上一去看看脸色 就知道情况 假如睡不好 及时看问题在哪 赶快调整 一个人睡觉睡不好 连胃口都没有 影响很大 所以成婚定型 晚上父母要休息了 去问安 去铺被子 大家想一想 老人家要睡觉的时候 孩子照顾 心情好不好 很欣慰 我们有一个学生 已经二十多岁了 他下了一个决心 我要 而且他是在海外读书 他觉得 一定要好好落实孝道 他几个月 早上发短信 问父母安 晚上也关心父母 然后提醒父母 早点休息 这样做了几个月 他发觉自己的心有变化了 他会很自然的想起父母 关心父母 所以古人他教学的手段 他是融在生活里面 他不知不觉 就在生活的细节 他的孝心在增长 善心在增长 哪怕是二十几岁的人做了 他都会产生变化 所以老祖先教育的智慧 这个我们 静下心来学 很有味道 就像那一天 老和尚分析了四句话给我们听 父母呼 应勿还 他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他假如没有养成 他就不懂得恭敬人了 他对父母的呼都慢吞吞的 不理睬 他怎么会有恭敬心呢 父母教须静听 他连父母的教诲 都爱理不理的 你说他以后还能受谁的教育 连师道 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 老和尚那一天也说了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德 这违背道德 违背一个人的真心 父母的恩德那么大 他都不爱 他就爱 爱老师 爱其他的人 就有点怪了 大家有没有见过 对老师很有礼貌 对父母很凶的学生 那很可能他毕业之后 就不跟你打招呼了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他老师 他跟你关系好 成绩才会好 等毕业了 跟你没关系 可能远远看到你 从另外一条街走了 我母亲教了一辈子的书 他有感慨 他说那个被我打最凶的人 毕业之后 离我很远的距离 看到我老叔好 很热情 那个成绩第一名第二名的 远远看到他走掉了 不打招呼了 我们没有关注到 那个第一名第二名的学生 最在意的是什么 分数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上课的时候 可能连 把课程内容 连到传统文化这些 做人做事 我们有一个学生 戴着一个眼镜 我看度数蛮高的 他说老师 你讲这些 考试又不会考 他最在乎的是 考试会考的东西 所以真的不能忽略 这些孩子的心 这个老和尚分析的这四句 其实第四规每一句都很关键 我们待会借由讨论的内容 我们再跟第四规 联系上来探讨 所以这个五轮 看 父慈子孝 道义从这里开始 那五轮十亿 那父亲应该做的就是词 为孩子一生再打算 孩子的意义是孝 军人尘忠 军要人 这是领导者的德行 尘要忠 尽忠 职守 这都是应该做的 这个夫意 富得 这个胸有地公 每一个角色 有他应该做的 你没有教他应该怎么做 那他就随着社会风气 我们想一想 功利享乐的风气 只会让一个人的自私 越来越增长 传道 授业 传授他 怎么经营学业 经营事业 家业 这个都是属于授业 甚至于怎么修身 这个是道业的部分 那我们看古人留了很多话给我们 孝顺为齐家之本 信义为立业之本 谨慎为保家之本 请简 为持家之本 其实这些德牧 都不是成年 他要成家的 他才来学的 谨慎才能保家 其实谨慎才能保护好自己 保护自己 这颗善良的心 不要染污了 弟子归说 非圣书 秉悟事 必聪明 坏心智 先入为主 他懂得不要看污染的书 我们以前成长过程 没有学到弟子归 同学一窝蜂传一些书 我们避免不了染污了 所以昨天 介绍我们李校长的时候 李校长他们 发了多少本地址规 超过百万本 这个很令我敬佩 我给大家举真实的例子 我到彭亨 有一个好像上亿年的原始生灵 大家知道哪里吗 那个名字我列不出来 居然没有蚊子 生灵里面没有蚊子 为什么 因为这里没有污染 所以没有蚊子 很有味道 家里为什么蜡蜡很多 因为引他们来的东西太多 都有阴的 结果我去了 住了旅店 那个老板的儿子 老板是个拿督啊 他的儿子跟我们坐下来聊天 他读小学的时候就读过弟子归了 他就撒下去的种子 我看他对待那些马来的员工 都很友善的 可能地址规读过了 带壁朴身贵端 虽贵端 持而宽 结果又有一个企业家 他印了很多地址规送人 因为他小时候读过地址规 他现在做企业了 他也想回馈 免费印证送人家书 好 所以这个有学没学 差很多了 他会判断 这个不能买 不能看 这会染污 斗闹场 觉悟尽 斜辟事 觉悟问 笔说长 耻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这些句子的谨慎 防止染污 是非以物轻弱 这都是以谨慎 来对待事情 苟轻弱 净退错了 何顺 为奇家之本 家何万事心 江家人 先问己 己 己不欲 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跟家里人 谈话 宜无色 柔无身 这个都是和顺 的态度 所以授业 包含学业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要解形相应 要学文 也要例行 包含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性皆要 就是专注学习 一个学生只要没有学习专注 第一个他书读不好 第二个他学东西也学不好 做事也做不好 他能专注了 他学一门技能就能学好 他做事就不会出心大意 因为每一个句子 都是在修养他的心 看起来是在读书 可是他借由读书这个缘 养成的专注 请问他的专注会用在哪 用在一切时候 做事他用了 听人家讲话 他也在用 他也专注听 那对方就感觉受到尊重 他的人缘就好 假如他听人 他已经习惯不专注了 他听人家讲话 爱理不理 他人际关系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地址会每一句 他养成的这个心态 他会用在其他地方 甚至也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这个是授业 方读此 悟目彼 这都是专注 此位中彼悟起 宽为宪 谨用功 读书 这个不要临时抱佛脚 其实读书是这样 做事是不是这样 一样的道理 要有规划 很明显 我们带的同学 比方说他要写论文 他很有规划 他就从容不迫 没有规划的同学 在佼教论文前几天都是熬夜的 结果教了以后要睡两三天 你看这个养成这样的习惯很不好 伤了身体 心有疑 谁杂技 旧人问 求却意 这一句假如 我们给孩子引导了 可能小朋友会准备一本小本子 我遇到不了解的问题 我都把它记下来 有机会我就请教老师 他养成这个习惯 他的道德学问 会积累的很快 那当然我们教育孩子 这个交织 我们看古人 这个交织 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右边 一个手 拿着一只树枝 这个字 有没有嘴巴 没有 所以教育 不是靠讲的 只有讲 没有做 孩子不服父母 学生不服老师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我们老师抽了烟 请问这个老师假如跟我们说 你们不能抽烟 你看我们服还是不服 生教 生教者从 我们生教做得很自然 触动孩子的善根 他跟着做了 比方有个导演 他六十多岁了 他说他人生最幸福的 就是他回家推开家门 还能喊一声娘 因为他母亲八十多岁了 他都亲自帮他母亲剪手指甲脚指甲 有一天 他的孩子过来了 爸 这个工作就交给我吧 你看传承了 他没有提出来 他的孩子看了感动 主动承担了 生教者从 跟从 言教者送 我们没有做只有讲 那孩子不服气了 跟我们顶回来了 你要我孝顺 你对爷爷奶奶也不孝顺 所以我们 比方专注 我们在听孩子讲话 我们很专注 这个生教就有了 我们学了地死规 我们都去带动孩子落实 我们一谈到路则笑 自己娓娓道来 可能你流泪的时候 还是跟着你流泪 你是真情流露 比方这一句 心有疑水杂技 老师自己也带一本小本子 看了书不了解的抄下来 就去请教老师 请教他人 尤其现在 Google老师挺方便的 可以请问 当然了 你有可以请教的老师 那是最好 好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谈到授业 还有解惑 解惑是老师的本分 今天假如我们人生还有迷惑 不理解的 那我们怎么去帮孩子解惑呢 那我们怎么去帮孩子解惑呢 所以大家共聚在一起 大学说 如切如搓 如左如磨 我们在人生当中 教学当中 遇到的问题 大家一起来探讨 我们有安排小组交流 也有大家庭交流 今天晚上就有大家庭交流 大家再来探讨 一个人对人生没有迷惑的时候 他的心是笃定的 他的言语是很有信心的 我曾经遇到一个研究生 他说他在图书馆读书 后来可能觉得比较闷 他就出来走散步 在他们大学校园 他觉得很苦 这个孔子明明讲 学尔尔斯基斯不亦悦乎 他怎么学那么苦 结果看到呢 这个当地市民啊 带着狗出来散步遛狗 他就说 这个狗怎么活得比我还要快乐啊 他就很纳闷了 他就去问他的导师啊 说 我怎么觉得人生很苦啊 他的导师说 我跟你一样啊 后来呢 他又去问他系上啊 算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个老师啊 说人生就得这么苦嘛 孔子不是说 学二师基斯不亦悦乎 结果那个老师跟他讲啊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 那 诸位同道啊 人生假如得越来越苦啊 那活着要干嘛 所以老和尚 他学传统话 为什么 他觉得传统话可以给他带来快乐啊 可以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学传统话干什么 解决问题啊 学这些东西不能解决问题 学他干什么 真能解决问题啊 古人有智慧啊 这些人生智慧 真能解决问题的 而且还可以过上 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的日子 弟子规一句 就能教我们 事事是好事哦 人人是好人 哪一句呢 见人善及时期 众去远以见机 我们见到别人的善行 变成我们的一个提升的缘分 我们效法人家 虽然跟他有距离 我慢慢走 我也能够赶上他 这物质暴物质气 盛与闭闲 可寻至 见人恶呢 我们假如没有学弟子规 见人恶及生气啦 见人恶及对立啦 那心情也不好啊 没有学弟子规 见人善有什么了不起 就变嫉妒啦 嫉妒啦 嫉妒 现在有一句话叫 羡慕 嫉妒 恨 这是错误的 发展方向 应该是 应该是 羡慕 然后 效法 看看人家为什么能够有 这样的好的结果 见贤时期啊 这样的心态才健康 所以心态健不健康啊 决定了人生幸不幸福了 见人恶及内省 见人恶及内省 你看别人做错了 对我也是 一种帮提醒我啦 我不能犯同样的错 有则改 无物佳景 那善人恶人对我们来讲 都在帮助我们提升啦 人人是好人啦 事事是好事啦 所以老祖宗提醒我们啦 人不要自讨苦吃啊 心用对了 事事是好事啊 心用错了 好事都变坏事了 所以古人提醒我们 祸福相宜啊 祸福相宜啊 哇一下子有钱啦 心态不对啊 祸就跟在后面啦 现在有一个词 特别能展现 叫官二代 富二代 你看他们家那么有富贵 结果下一代毁掉了 这个就是 当富贵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不对了 福就转成祸了 可是当我们 比方说贫穷 可是我们的心态对 那这个祸 就慢慢转成祸了 我们想想我们父母那一辈啊 生活难不难 大家注意哦 他们生活很难哦 可是后福很大哦 哇你看现在活到九十几岁 那个一生日七八个孩子 还有孙子 生日还有真孙 子孙满堂啊 因为小时候吃苦 身体也锻炼得好 孩子看到父母都不容易了 后面都孝顺了 这个祸福相宜啊 你看孔子教导啊 这是子贡很会问问题 子贡说 贫而无产 富而无交 贫穷不惨媚 富贵了 不骄傲 何如 这样的人品怎么样啊 孔子说可以 这样挺好的了 可以再提升 不若贫而乐 贫穷但是快乐 贫而乐 富而好理 他虽然富贵了 他懂得理敬别人 爱护别人 他就不会在富贵当中堕落了 所以这个孔子这些话都指导我们 的人生 好 所以 所以 这个大家难得相聚啊 这个圆聚圆善 过了这 不是四天 三天 现在只剩三天 现在只剩三天了 那这个圆就善 但是 我们一听圆聚圆善 不能听成消极 是吧 真正体会圆聚圆善 应该更珍惜缘分 大家有什么疑惑 我们可以探讨 那 我们把这些疑惑都解掉了 我们就可以帮助学生 解决他人生的疑惑 好 那 前面跟大家谈的内容啊 都是属于教师的使命 我们有这个使命感了 我们能更好的来教学 来乐在教学 我以前记得 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 看过一本书 叫乐在工作 是一本外国人写的 翻译成中文的 每天 每天 那么长的时间要工作 假如不快乐去做 而是 心不甘情不愿 那请问做了二十年会怎么样 会郁闷啊 会闷出病来的 那 其实 当老师啊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你不只做你学生一生的贵人 有可能还利益到他的后代子孙呢 别人 别人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 别人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 好 那 礼记 学记 开头啊 就有讲 君子如玉化名成熟 我们 教化 人名啊 成为风俗 就只有靠教学了 其必有学户 建国君民啊 教学为先 建立国家 带领人民啊 教学 为首先啊 我们昨天分析了不少问题啊 这些问题 钱能不能解决 我昨天跟大家问了差不多快十个问题啊 是不是因为没钱 都不是 反而是因为太有钱了 出现这些情况啊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吃饱肚子的问题了 所以更凸显 现在家庭 社会啊 教育可不容缓 那古人 在说文解字当中啊 有把教育解释出来 教 上所思 下所孝 上行下孝 叫教 我们刚刚提到了 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代表孩子随时在看着我们 父母老师啊 父母老师啊 第一个叉 父母老师画的 孩子模仿能力很强 在画第二个叉 那右边手拿着树枝 是耳体面命 很有耐性 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可能会觉得 我上次讲过啦 你怎么忘记了呢 那科学家有说啊 一般听一个东西 学一个东西啊 要21次才记得住 所以下一次啊 假如 我们跟学生交代了 他没有做啊 我们就对自己幽默一下 嗯 还没有21次 这当老师啊 得自我幽默幽默 排解排解 那我去教学啊 我记得我 这个第三年教书了 接了一个班啊 哇 有四大天王啊 不是刘德华 全校很皮的四个人 都在我们班上啊 所以那个班的老师啊 教了四十年啊 最后 最后一个学期啊 提早退休 所以就要找代课老师啊 刚好我 辞了工作啊 到澳洲学习 又回到台湾了 我的同学 刚好在那个学校 找我去代课 哇 哇 这个四大天王威力不小啊 我得怎么干呢 紧迫盯人 所以我都没有离开教室 所以那个大办公室啊 我很陌生 那 我们隔壁班那个女老师啊 他也是代课 那六年级的孩子都比他高一个头啊 哇 他 他在教那些学生的时候挺辛苦的 都在这样子讲话 他就跟我说啊 说我怎么都没有看你生气啊 我说这个 因为啊 我曾经读 这个经书啊 了解到啊 我们 这个本师 释迦牟尼佛啊 第八千次啊 来教我了 我八千次我都没听话 我现在才给学生讲两三次喔 就要他听话 我有点苛刻了 这是我的心理解释 所以这个 我算一算 还没有八千次 那 昨天也跟大家谈了一个 万法因缘所生 这一句话就包含一切喔 比方说 今天这个学生 编到我的班上了 他也是因缘所生喔 我感觉啊 能够体会因缘 体会道法自然的人啊 农夫 应该比较强 因为他每天在接触自然 那我请教大家 一个农夫 这一块农夫 刚好买了一块田地 这一块田地啊 荒根 而且地都裂开了 他便宜买下来 请问这个农夫 会不会想 我四个月之后要丰收 他会不会 他不会 他想着我好好 种一些东西喔 让这个土地恢复生机 我三年能够收成 不错啦 他不会着急的 因为他知道 冰冻三尺 所以一日之寒 这个土地要改善 那这个土地就好比 我们学生的新田啊 他已经施教 几年了 我怎么可能 在一天两天把它转过来啦 那这个可能会 转的折断的都有可能啦 就像一个中医师 这个病人的病啊 差不多五年形成了 他能够花一年 把它调回来 这个医生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同样的 我们也不能着急了 道法自然了 用因缘去看啊 我们就不会这么着急了 好 那这个 右边是耳提面命啊 其实就是耐性 不能着急 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啊 用这个交织啊 我们就可以反省到不足在哪 第一个 以身作折 假如孩子 他不听我们的 我们可以思考 我身教做得够不够了 再来我耐性够不够 时间够不够 往往我们 从这个交织的 这两个角度一想啊 我还有可以努力的空间 往往你在这两方面一努力啊 你的真心 我们的心 现前 孩子也会转 其实 就是 学生也好 我们的家庭情况 我们的工作情况 就像我们的一面镜子 造出了我们内心的状态 我们自己也有教学 也有当领导啊 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啊 心里也有情绪的波动 但是相信 这些情境啊 跟我的心是分不开的 所以调伏自己的情绪啊 不然那个情绪一不调伏啊 讲话会带情绪啊 这个事情会越处理越糟了 调整好了 去处理的时候啊 事情就有转机了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 依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 依报 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最近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身体 你超心的人呢 身体会出情况啊 调这个心 紧张的人呢 我也会出问题了 这个身体都在给我们提醒喔 同样的家庭的情况 同样的家庭的情况 孩子的情况 可能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 不够了 他才会出现那些情境 我听说啊 现在都把叛逆 觉得是正常的了 诸位同道啊 你们觉得孩子叛逆是正常吗 现在这个时代喔 不正常都变正常 正常都变不正常 真的我有一个学生啊 他很孝顺喔 他大学同学说 你怎么这么笨啊 对你父母那么好干什么 你看这个风气影响啊 我那个年代啊 同学也有叛逆的 我还很慎重问我母亲 我有沒有叛逆期 我母亲也很认真想了几秒钟 说没有 为什么 这个要感谢我父母啦 因为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真的好处都多啊 那父母对爷爷奶奶孝顺 我们潜移默化就影响了 所以大学 一回到家 第一个动作 行李一放下 上楼给爷爷奶奶请安 这 什么时候养成的不知道 因为家里就是这样的氛围 所以这个不能正常都变不正常了 我们这个时代啊 我们得要扭转 自己乐风 那一半 太为了 太可先 至少 太为了 一半 三半 你在爱护人跟人关系没有比较亲爱 亲密 反思自己这一颗心够不够仁爱设身处地 我有一个同学 因为我们认识的同学是一样的 结果他就有一天很不高兴的跟我说 这些同学我常常跟他们联络 你一年也联络没有一两次 为什么你跟他们通话讲话那么轻 我跟他们常常打电话都不能那么轻 他提出抗议了 其实不是外向上的次数 你打电话你有目的啊 你有求啊 那我们打电话没有目的啊 一接通了那个心就是一直在关心对方 那虽然不常联络 但是一打就很轻慢 你就想着 他们应该对我更好一点 那你那个付出带着目的啊 不真诚啊 都有原因的啊 爱人不轻 反其人 智人不智 你去管理人啊 人家不服气啊 反其智 可能我们用的方式智慧不够 理人不达 反其境 我们对人家礼敬 给他问好 人家回回来 也不是很有礼貌 那是不是我们的恭敬心还不够 他说 恬有不得者 皆返求足己 其实我们现在人 非常要建立这个心态 不然事情一发生 我们就是都是他错 都是你错 这个事只会越来越难解决 为什么 当我们向外指责的时候 那各相责天翻地覆 但各自责 这一家人遇到事了 遇到问题了 都是反省自己 天清地宁 所以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能不能和合 关键在我们的心念 是反省还是指责 孟子说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 国必自发 而后人发之 这个国家为什么 人家侵略了 很可能你已经内部不和了 人家觉得有机可趁 假如你这个国家很团结 那人家不敢来了 这个家庭 夫妻 家人之间不和了 人家的禅言才进得进来 这个第三者 有机会进来了 所以古人 他这个一分析 我们遇到事的时候 一反省 这个事就不会恶化了 他就有转机了 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学生不服管 我们也能回头反观 跟这个交致 这个精神 我们可能下的功夫还不够 所以曾经有不少 当父母 当老师 当领导者 去见老和尚 都跟他们说 现在孩子 不听话 这是父母在抱怨的 老师觉得 学生不好教 领导觉得 下属不服管 老人家听了很多 这些情况 就讲了一个专题 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师 辱家的三宝 君亲师 我们辱世道都有三宝 道家的三宝 在道德经里面有说 老子说他有三宝 一约耻 耻爱 二约减 结减 其实 现在有一些地区 经济风暴 结减的地方 波动会小 昨天我们李校长也分析到 西方三百年来达到的一个经济发展 在大陆用了五十年 分析它的原因勤劳 结减有关 其实这个也适用在 我们马来西亚 为什么经济 华人发展的最好 三大民族 为什么华人最好 因为我们身上有祖先的DNA 从小时候看父母 勤劳 结减 那个饭粒掉下去都捡起来吃的 当然先洗一洗 注意卫生 不浪费的 好 那这个 一约此 二约减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意思就是迁退 你看这个道家跟儒家相不相应 一经六十四卦 有一卦 六个谣都吉祥 其他六十三卦 都是吉凶 有的参半 有的吉多一点 有的凶多一点 只有一卦六谣皆吉 就是迁卦 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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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儒家 我们有没有观察过传统的建筑 他那个正厅就是祭祖的 上面的牌位写着 天地君亲师 这个就代表我们这个民主啊 不忘本 我们是天地化育的 所以弟子归说 凡事人皆须爱 天同富 地同哉 所有的万物都是天地化育 那每一个人都是天地的孩子 我们自己也是天地的孩子 那我们不要去伤害天地的孩子 以天地之心为心 君亲师 当然这个君字啊 就可以延伸开来就是国家恩 你看我们在唱国歌 现在好多地区在战乱 所以国家领导者在付出 包含军人警察 这些种种的力量 这个我们每天才能这么安定 这不能都视为理所当然了 这个君字就是代表国家恩 亲父母亲的养育 师老师的教育 古人他就是一种知恩报恩的心 我的生命来自于这些恩德 不能忘了 那君亲师的精神 我们时时能守住了 这个心就是对的 就是真心 所以老和尚他就提出来了 所以你当领导人 你不能只想着做之君 你还要想到你要做之亲 亲是爱护他 今天你是领导者 你不爱护他 他对你的信任不够 你给他讲 他不一定能接受 所以你不能只有做之君 你还要做之亲 论语告诉我们 君子信而后见 劝见 你要劝他 他前提是什么 他相信你 他还不相信你 你就指出他的问题 则以为傍己也 他还没信任你 你一讲他缺点 他觉得你在毁谤他 古人说 知所先后 讲话要先后 所以教学的内容 孔子教学生四个科目 这个对我们教学 是很重要的提醒 德行排第一 德行不排第一 那这个教育就变本末倒置 舍本足末 第二是言语 显然言语很重要 一个人言语有修养 每天讲几百句话 积功雷德 不会讲话 每天得罪人 伤人 造罪业 第二是言语 第三是正事 就是做事 他假如不会做事 那他以后怎么 成就事业 而且我们要注意 他只读知识 不会做事 他会变书呆子 脑子不灵活 所以教育要考虑根本 要考虑全面 不能很局限 这样教出来的孩子 会偏掉 这就是教育 这个是坐姿 亲我们提到 你要先让他信任你 你才好跟他提醒 包含今天 比方说我们当领导 这个同仁有一些情况必须提醒 你不能把他叫过来 来来来 坐 我有话跟你说 一下子他精神就紧绷了 是吧 你一过来 他来了 Coffee of Tea 是吧 你当领导的放一个茶具 你看我们古人处理事 很注重气氛 你看我们的建筑物 你一进门 你绝对不是一进门就见到客人 一进门怎么样 绕一下 绕一下的时候 底下还有湖 还有湖 还有竹子 风吹着飘啊飘啊 你本来很生气走进去了 绕啊绕啊 看看甲山 看看竹子 算了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吧 你看那个气氛都就调整了 所以我们闽南人很喜欢泡茶 泡茶 你看茶 一泡 大红袍很香啊 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要调剂人情 在发明事理 他的心里舒服了 你讲话 他就觉得你为他好 那个气氛还没到 啪一下 话出去了 他就觉得不舒服 所以鲜美其常 你要先肯定他的付出 他的优点 盖其心喜 这古人留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啊 叫隔言连弊啊 你一先肯定他 他也有他付出的部分嘛 他欢喜了 善言义路 这个时候你提醒他的 他就容易接受 他也觉得你为他设想 所以人情 事理啊 很重要啊 不能忽略 好 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